我已经讲了,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糖尿病患者,醉酒的时候血糖是降低的,但是当身体已经明显觉得体力恢复了,说我这个好了,这个时候相当一部分人血糖是升高的。 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醉酒之后血糖升高了,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身体很舒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酒是帮助你恢复体质的,这个糖是好糖,不要轻易降低,也更不要污温。 第三 饥饿或主食不足引发的血糖症状 这个在糖尿病患者身上是最为普遍的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主食不足的 那么一位糖尿病患者 他出来旅游之后呢 他就看这个烧鸡特别好 他就卖了一个烧鸡 可是对他来说 这个烧鸡的量太大 所以他就舍不得扔 他这个烧鸡就吃了三顿 中午晚上和第二天到晚吃了三顿 于是血糖集体升高 升高到空腹血糖接近二十 非常痛快 跟我脸说不出来了 完好 是不是肋肿 不是肋肿了 是主食不足 胆感 胆感 全部的身体热量 都用肉食 来提供 这是导致糖尿病的根源 所以说 像这种做法 他说我吃的不足 我注意控制的总量 你是注意控制的总量 但是呢 你没有注意控制比例 所以 他的解除办法 也不是马上使用酱糖药 其实酱糖药很不灵的 所以他不能使用马上使用酱糖 我是告诉他 马上注意 再饥饿的时候 就吃主食 只吃主食和蔬菜 然后呢 会在一周左右时间 血糖集体 那么就是说 或者是一周到两周之间 那他只过了 在十天左右 血糖集体 这个时候 你酱糖的话 会发现酱糖药也不灵了 然后呢 就是换酱糖药 最后忙过来就越忙 但是就是 酱糖药真好吃 三个月下来 其实 不用酱糖药的话 改变一下食物结构 那就减少了 十来点就好了 所以 所以大家不要想 这个酱糖药 酱呢就是零的 所以我经常讲 我最开始的时候 解释糖尿病的时候 血糖的时候 我就讲 这就像一个气球 不要以为 向下拍一下 这个气球就是 会落到地点 那有的时候 你拍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气球是飘起来的 所以这主食不足 是不可以的 还有饥饿 一个小孩 我在地区里 一个小孩 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 说这个 叔叔 我那个 我挨饿了 当时先告诉我 我血糖搞 我有酮症 我说怎么的呢 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在学校挨饿了 我说你看 这孩子真懂事 你知道自己是 挨饿引起的 自己是因为饥饿引起的 那么 在未来的几天内 你必须携带面包 因为面包好一点 它不容易发硬 如果是馒头 中午就可能发硬 必须携带面包 就是我们的普通面包 不是无糖面包 就是普通的发酵面包 携带面包 然后保证未来的一段时间 再会发生饥饿 三天之后 血糖平稳 我们的同病消毒 这是两个病例 那么 这个小孩的道理是同样的 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正确方法 也会知道什么 所以 我们回忆一下 这三种办法 这三种情况 那么 在主食不足的情况下 你使用抗炎的 像投影之类的药物 好用吗 不好用 对吧 那在饥饿的状况下 那个 你退烧不好用 在高热的情况下 这个人发高烧了 说我吃点粮食就好使了吗 也不好使 所以我们要 针对不同的病例 解除病例 来解决问题 至少是对患者的 最大的安全 最大的保护 所以 这个千天一律降血糖 这不是什么好的计划 其实你看 美国人不同意他们的计划 同一堂的计划 就不用我的计划 第四 这个 过量运动引起了血糖升高 我的一个患者 他用了三个月我的办法 包括 我的三堂的计划 就是 这个以后我要讲 那么他在三个月之后 他的血糖完全平稳 随后的两个多月 血糖仍然是平稳的 是随后两个月 我的产品也不用了 就是 他的空腹血糖 只能保持在五点几 就是 胺后血糖呢 就是七点几 非常良好的血糖 但是到了第八个月 他发生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 就是停用三方的计划 之后第三个月 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的 早餐前的血糖 从五点五 涨到六点三 涨到六点七 最后呢 那天受不了了 他打电话 因为他早餐前已经涨到七点多 注意 这绝对不是什么犯盘 所以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情况 他告诉我 他说 我说你 运动啊 饮食各方面 我特别注意运动啊 我早晨的话 我为了这个事情 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就锻炼 这两天锻炼量越来越大 后来我说 这样就很好了 你早晨起来的时候 你先别去锻炼 你先测一下你的血糖 那个是空腹血糖 然后他测完了 第二天测完之后 你说的对 我早晨起来的时候 空腹血糖是5.5 为什么 因为过量运动 会导致血糖 两种变化 一种变化是低血糖 那个时候会出现 低血糖 等各种症状 一种变化是血糖增高 为什么 那个血糖增高 帮助他恢复体力 战胜疲劳 所以 他这个不叫做空腹血糖 这个叫做过量运动后的血糖 这种身高 是为了战胜疲劳的 是他自己惹的 并且对他还有好处 他这个时候 这么运动量这么大 血糖不升高 他怎么恢复啊 没有好处 你没看运动里面 都是高疼的嘛 所以 不要把我们生活中的 所有的各种原因 导致的血糖身高 都理解成 你的糖尿病加重了 不是这样的 第五种情况 焦虑 引发的血糖成长 75 我也很懂得这个 心理治疗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的话 需要跟患者 非常时间的 长的时间来做 所以 那种听着我讲 做就害怕的人 以至于看着血糖 遗旧过敏的人 等等 这样的焦虑的患者 请 请寻找当地的心理医生 进行心理调节 此种血糖身高 除心理调节之外 无任何有效方法 第六 所以 降糖药 用量过大 导致的血糖成长 降糖药是降糖的 但是 并不是总是降糖的 因为 如果 你们的 降糖药 用量过大的时候 身体会出现两种变化 第一种 是低血糖 随之低血糖 不明 低血糖 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 低血糖 甚至还没导致 只是血糖快速降低 身体随之保护性的升高血糖 也就是说 降糖药重量过大 可能导致血糖低 也可能导致血糖高 那么 怎么来鉴定 这样的血糖升高 如果你血糖高了 然后 你在使用医疗后 你稍加一点医疗 就发现血糖不降 反而具体升高 甚至 或者是血糖不降 害保存在原有的水平 说明 你用这个血糖升高 不是由降糖 的胰岛素用量不足引起 那你就试着 减一点胰岛素 你会发现 减一点胰岛素更好 这就是 降糖药用量过大 所引起的血糖升高 而这种 这种原因 如果是用这种原因 引起的血糖升高 你问我 用什么办法能够解除 我办法造成 就是 减少你的降糖药用量 无其他办法 再有一种 事实上 降糖药用量不足 这个 在 使用我的技术患者中 极为普遍的出现 这就不是个别的问题 因为使用我的方法之后 人体代谢功能提高 水平提高 人体自我平衡血糖的能力提高 病发症好软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那么 请问 一个健康的人 你再用那么大的 一量的 降糖药或者 一道素 他还能受得了吗 这就受不了 这就需要减一道素 减降糖药 那么有的人就减快了 应该 比方说 他 对于他来说 应该是一个月减少 减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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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快了就会导致 用这个降糖药用量相对不足 这样引起了血糖升高 这样 补回一点就可以了 补回一点 这个 以上是这个 糖尿病康复过程中 七种最常见的血糖升高 那引起血糖升高的 还有好多原因 它比起这七种原因来说 变得比例非常小 所以如果你们 不知道以上这几种情况 使用我的技术 就把我的目标锁定到 康复你的病发症 厌病 肾病 肾病 你就说 它是康复病发症的技术 就可以了 因为 因为我不能保证你不高热癌 感冒 是吧 我要有预防感冒的 这个能力的话 那那个贡献 比治疗糖尿病贡献还大 你看 非典啊 还有这前段时间 那个猪流感 都全世界恐慌 是吧 我要是 因为这个世界有我的出现 从此已经消除感冒了 那我贡献多大 对吧 所以这个事我也做不到 所以你要不知道 这些基本常识 那就没法把目标锁定到 血糖升高 而要把目标放过再低一点 对你的健康有好处 解除你的病发症 我再讲一下这个 唐力行技术原理 由于三方子技术 它作为一种 就是饮食干预的行为营权技术 其实它是来自于中医的十二技术 所谓十二技术 是针对王公贵族代谢功能衰退 所设计的养生技术 代谢功能提高 代谢功能提高恢复正常之后 人体的血气质量将会变得健康 而肝心的血液循环全神之后 不仅能消耗病发症 也最终将导致 这个像糖尿病这样的代谢疾病 在身体上进入 这是一种 它说它的原理 那么这种原理 符合现代行为医学的 这个行为学习的原理 因为学习理论认为 任何药物代替不了 人体自我的功能锻炼 人体的降糖功能 只有在它不断地面对着 面对微微血糖升高的情况下 人体才能摸索出 如何控制血糖的办法 这就是像你学习怎么好 你